国民法官要怎么做决定? 国民法官与职业法官在审理安证时 必须要发挥如同中医审医问诊时 万文问切的精神 用你精准的观察力、辨别力、判断力 询问当事人、证人 以细腻的调查做出最妥适的处置 也就是说法律安证的审理大致可切成两大部分 一、开庭审理、亲自听诵问案 二、综合考量所有合法调查过的呈堂证据 例如人证、误诊、书证 之后对于此案要如何认识用法做出妥适的裁判 毕竟我们大家都不是募集事发现场的当事人 我们依靠的是 借由合法搜集调查的所有证据 站在中立的角度 从事后回锁、回推、事发 经过来谈认事实的真相 这就是所谓认识用法中认定事实的步骤 接着以此事实基础去含设法律的适用 来决定这个人到底是有罪 还是无罪 如果他有罪又应该构成什么样的罪名 那接着在这罪名之下 要给他多重的处罚呢? 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审判者是站在天平的中间 成理过程中要秉持普适的刑法原理原则 例如无罪推定、证据裁判、罪夷为亲 这些基本概念 确保误网误众 才不会冤枉无辜清白的人 如果过程中有任何疑问的话 大家尽管随时向职业法官提出疑问来讨论哦 各位只要谨记全身贯注 仔细聆听审判内容 并谨慎以你对人情事理的判断 做出选择就可以了 点赞 下来 准备 阅 前一 阅 阅